接下来我们要关心的是 这一波大马水患的震灾工作 今天的最新进展 除了发放议诊之外 还要持续地扩大 义工代振的规模 我们先来看的是 在捷兰丹这个地方 志工发放过程 出现了一种购物券 这个购物券很特别 是志工与当地的购物商场合作 拿到这一张券 可以到商场里 去领必要的生活物资 那么为了因应发放呢 购物中心还特别地 连夜赶工 印制这些购物券 甚至也以优惠的价格 提供给乡亲 相对的生活物品 大家一条心 就是为了振灾而努力 夜晚 吉兰丹州的这家购物中心 人生鼎沸 你认为你是学生吗 我自己买回教粉 我认为你是学生 受灾民众购物 用的都是慈祭提供的购物券 谢谢你们的慈祭 大家都是支持帮忙我的 因为有一些收容所 是不适合发放陷阱 他们有些甚至 而且还有一些 在去我们去的时候 不方便一次过 带这么多的陷阱过去 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们直接给他们这种购本 志工协助受灾民众 恢复生活不拘泥于 形式 因地质疑 购物中心不但接受 慈祭以购物券 振灾的想法 还动员员工 点夜誉振 不止在吉兰丹州 在彭亨州的马兰县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聚工团队 在发放过程中 也感动了受灾乡亲 因为天灾 慈祭目得众人的一份爱心 马来西亚有更多民众 从此之后加入了助人的行列 在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在新闻马来西亚统合